撐著傘快不前進 但大雨還是下個不停 近來熱帶性低氣壓冬過 全台各地都發生 短暫的強降雨或雷雨 氣象局也針對新北市 發布大雨特報 新北市水利局 在市政會議上提出 因應的對策 延長瞬間水流的時間 來降低恐風量 讓排水系統能夠發揮 排水更順暢 減少激煙水的發生 新北市府針對 轄內各區進行匯報 對於單位內的防訊 相當有信心 也和台北市 基隆 桃園等地 達成合作救災的共識 市長朱立倫在市政會議上 特別要求水利局 儘快打通水道堵塞的瓶頸路段 確保我們所有雨水下水道的通暢 或者是它現有的 我們掌握的這些瓶頸路段 儘速的打通 這是我們水利局要趕快做的 熱帶性低氣壓主要雲系 將通過台灣上空 水氣會比平常更多 氣象局也表示 各地降雨會較為平凡 且有強降雨的發生 提醒民眾注意天氣變化 隨時留意自身的安全 凱坡大台北數位新聞 張雲飛採訪報導